尊敬的作为法师 作为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论语的课程 我们从父子之道 在谈到师生之道 我们首先谈唯师之道 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师之本分 第一个要清楚教学的内容 上一次我们以李秉兰老师 他在内典研究班的班训提了八点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 复习还是很重要 学了不能就丢了 言经贵在德子 我们学东西要掌握它的要值 言语先济次序 所以大家这一两个礼拜 讲话有没有比较有次序 不会杂乱 办事要求精细 这段时间办事有没有比较仔细了 不会出心大意 文字练习畅达 最近给大家写短信 错字有没有少一点 文具有没有通畅一点 知过必须立改 改过的决心勇气 有没有提升 因果至因生性 这一句假如提起来 那这两个礼拜应该 都没有情绪化的时候了 还会有不高兴的情况 那还是有怨天尤人才会不高兴 身心因果的人 不怨天不尤人 随缘 效就业都是好事 那 动明人情势力 更敏锐 体恤人心 所谓事事动明 皆学问 人情练达 其一文章 人情势力还是要不断积累 然后学问切实履行 那我们所学 有没有好好 在一句当中下功夫 这一点很重要 要切实去落实 我们才能解形相应 假如没有好好去落实 那很可能就落入 地址规提到的 不立行 但学问 长浮华 成何人 不好好去落实一句 学越多经教 傲慢 但容易挣扎 修行人警觉性要高 尤其要互念好自己的心 这个心是随时会起变化的 往好还是不好的方向 自己要清楚 尤其四大烦恼 长香水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 四大烦恼当中有我慢 从慢性就容易挣扎 我们学佛也好 我们学传统文化也好 应该是越学越谦虚 那我们观照观照 亲戚朋友 有没有说我们越学越谦虚 还是说我们越学越挑别人毛病 那越挑别人毛病 这可能就是长浮华了 因为懂得理越来越多了 当我们在说别人的时候 常常问自己一句 这个习气就会退了 不然这不容易 哪一句呢 我有没有把老儿上哪一句教委 好好做三个月 假如我一句都没有做 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 所以学问切实旅行 切切实实 不能含糊 不能侥幸 一定要下功夫 好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教学的内容 离不开德行 言语 正事 办事情 文学 这些内容 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这个师之本分 第二项是有教无类 我们从经句来体会 六百六十六页 只曰有教无类 这个在魏灵宫第十五 类字依马荣柱 是做种类讲 所以 如 至于 善恶 富贵 贫贱 等 这个都属于类别 好坏 这个都是类别 所以有教诲 但是无种类 没有挑类别 只有单纯的师教 不论求教者是哪一种人 是平等的师教 既如 恶人 可以教他向善 善人 可以教他更善 所以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 也是孔子施教的事实 老二上讲经的时候常说 三字经前面八句很重要 第一句 人之初 信本善 这是教育的 大根大本 要相信 人之初 信本善 那你看到恶人 你会怜悯他 怜人之凶 他有本善 结果现在糟蹋成这样了 你不止不跟他对立 生怜悯心了 所以 如恶人 也是要教他向善 所以 像佛陀的教化 没善根的 给他种善根 有善根的 让他增长 善根成熟了 这一生 帮助他成就 了脱生死轮回 那我们 首先 坚信了 人之初 信本善了 这样就会自爱了 不会自我否定了 也会爱人了 而且有耐性 不怀疑 每一个人都有本善 那树鹅篇呢 又有另外一句 也是展现这个 有教无类 只曰 自行 树修以上 无未尝 无悔焉 这个就是 有教无类的 事实说明 我们翻到276页 孔子曰 有来求教者 自行 树修之礼 或高于 树修以上之礼 无未尝 不教诲之也 那这个树修之礼 主要有两种 这个黄疏 申 孔安国柱 为树修为 十树辅 辅就是干肉 是自理之物 是自清者 这个拜老师 送上礼物 最清的礼物 十条甘落 以此名孔子教化 有感必应则也 人家有这个礼术 愿意学了 孔子都会 来回应这个姻缘 来教导他 另外 后汉书 言赌传 柱颖振旋 轮椅柱 对于树修 他解释是 年十五以上 能行树带修士之礼者 那这个树修 这不是指带的礼物了 是他服装 仪容 非常整齐 就是很恭敬的 要去求学 那孔子都会 请郎相受 无味尝 无悔淹 我以前 曾经遇到 有同学 因为我说 这个孔子有教无类了 没有条件的 我这个同学就 马上很大声 有啊 还要拿礼物呢 这个礼不可费 礼代表恭敬 而且这个礼是很薄的礼 一般的人都拿得起的 所以重视的是 那个礼敬的心 而且 我们去观察 孔子很多学生 很穷 往往呢 这个师徒如父子 孔子都尽力 在帮助这些贫穷的学生 不止没有收 每个月固定的学费 那个是见面的时候的一个礼而已 后面就没有收了 好 所以这个精神 佛陀也是一样 来求学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就是缘 就是条件的 没有条件的 慈悲 焦躁 好 好 这个是为师者 有教无类 下面还有另外一句 也可以彰显这一点 三百 零九页 互相 难语言 童子见 门人祸 只曰 与其静也 不与其退也 为何身 人结己 以静 与其结也 不保其亡也 这个互相 是个 乡的名字 所以这个乡里的人 言语自尊 所以比较自以为师 然后不达时宜 不怎么会变通 所以可能 那个时代的人 对这一个地方的人 是很有看法 而这个地方有童子 来见孔子 来拜见孔子 要向他学习 孔子的这些学生 门人 怪孔子 见 互相的童子 觉得这个 浪费时间 不需要教他们 但是 但是 孔子有说 人家想 向上 与其静 当然 我们就应该帮助他 不能让他往后退了 学生怪孔子 见这个童子 那人家想学了 那人家想学了 我们都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样的做法 为何胜就是 是不是太过分了 因为他 因为他洁身自爱 要来求学了 人贼 已尽 洁身自爱 想要求学 想要进步了 那 这个 我们就帮助他 尽力 教导他 那不保其亡也 我们看三百一十一页 这个极解 正玄约 这个亡 是由去也 人虚己 自洁而来 虚己就是他谦虚 洁身自爱 要来求学了 当与其静也 帮助他进步了 所以教学者 面对求学者 我们拒绝他们 我们自己内心也会很不安 有 愧对于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从事教育的人 所以孔子 有教无类 不愿意拒绝向学之人 亦何能保其去后之行也 他在这里求学 他在这里求学 离开之后会怎么样 这个我不可能能够控制 保证 但是人家当下是很愿意学的 这个是正玄的解 这个黄行恶书 皆隐 这个顾欢云 这个网为前日之行也 他之前的行为 夫人之违行 未必可依 或很难是保持一次的 或有始无终 或先迷后者 先迷惑了 后面有所得 有得行了 所以教诲之道 节者与之 等于是为师之道 人家洁身之爱 我们就应该教导了 往日之行 非我所保也 他以前做的事情 这个 我们不要 落了这个印象 拒绝人家求学 俗话说的 看人又看了后半段了 浪子回头 经不换了 这个也是后照的表现 你不要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态度 瞧不起人 排斥人 断了人家 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以我们从这里延伸到 这个格言别录里面有提到 我们听到的事情 我们听到的事情 他终于是真 纵使确见时稳 就是你确定这个事是真的 关他终于是真 关他终于的名誉 不要挂在嘴上 假如挂在嘴上 你知不知道那一个人以前怎么样 他进过监狱 讲这些话的时候 断了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以后照要在哪里陪 在嘴巴陪 有一言而观人终身 众确见时稳 不可左口 有一句话 而关系到我的后照了 哪怕是平常 茶余饭后的言谈 都要谨慎 不要乱开别人玩笑 要开玩笑就开自己 不要开别人 这个幽默是 拿自己开刀叫幽默 不是调侃了挖苦别人 有时候已经习惯了自己没有察觉 这个修行人的警觉性要更高 那这两种注解对于这个往呢 正宣是说去 就是他往后的行为了 但是这个黄行恶书是指过去的行为 所以注解有差异了 但是应该是从整个议理的脉络 应该是正宣处的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判断注解 因为他现在愿意接受教诲 那我认真教啊 他以后怎么样 这个我保证不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生命的负责人 老师也好 父母也好 都对他来讲是个圆吗 这个圆能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也是当事人决定的 比方说他有一分恭敬了 那他得一分利益 他十分恭敬 他得十分利益 但是老师是同一个缘 他得的利益是自己决定的 好 所以接下来讲要提到了 孔子有教无类 门人或以教不得其人 不免徒劳 怕老师太累了 白教了 甚或计其为恶 会不会让他更不好呢 所以产生了这个疑惑 当然 学生有这一个不解 那孔子也抓住这个机会点 跟学生引导 所以孔子则只注重其人当前囚禁之陈兴 顾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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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己已尽 至于其受教以后 是否固态赴盟 则不能保证 否则世间可教之人 无乃太少乎 人家纵使以前有怎么样 毕竟现在肯学了 你看古人说的 浪子回头经不换了 这个是很可贵的了 而且人会变不好啊 是他预言不好 狗不叫 信来迁了 所以子曰相两段文 唯一和尚 这个意思就是 不要看人家的过去 不论过去 给人家一个向上的机会 不保其往 是不论将来 他学了之后怎么发展 看他个人的教化 好 那这几句我们拉回来 叫做我们本身的身份是老师 那这个就提醒我们 要平等心 对待每一个学生 然后不要落差过去的印象 形成对学生的成见 我也有遇过教育界的同仁 比方我们是两年一个班主任 一二年级一位三四年级一位五六年级一位 那比方十年级毕业了生五年级 可能这四年级的老师来跟这个五年级的老师说了 之前那个学生怎样怎样不好 可以参考 但是不要落了一个成见的印象 不然你就越看那个学生就 对对对跟那个讲的都一样 所以同志这个唯一和声 就不要论人家的过去 你参考也是为了 让他更好 我们任何时候 都还是要相信 一切众生 积聚如来智慧得向 人之初性的战 这个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 老师能是这么存心 他的眼神就充满一种信任 就会给人力量 所以 这个 我们修学净土中 都要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所以 我们常常说 要把西方极乐世界的 护照办好 大家都有办护照的经验 尤其我们 在海外的 同修们 那佛门说 身则决定身 那个就是护照办好 这频率接上去 他现在的心形 就跟普贤行相应 这个就频道接上去了 我们看普贤行 第一个是 礼敬诸佛 假如我们对这个学生 或者对他能形成成见 我们能对他礼敬吗 也不容易 所以普贤行是见性 见人家的本性 不着相 不着在他现在的言语行为 他现在被习气控制住了 可是他的本性在 我们当老师 有没有曾经面对一个学生 你就相信他本身 一直肯定鼓励他 本来成绩不好 慢慢变好了 本来行为比较偏颇 慢慢在你面前 比较洁身自爱 肯改过了 当然我想这个时候 当老师的人会很高兴的 很欣慰的 所以这个 这一段 互相男语言 这一段 以前可能 不是很好的学生 刚好跟我们有缘 来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应该 信任他们 而且很 平等 恭敬他们 我们是修行之人 在哪里修 在遇到的缘分当中修 历世练心 经历这个缘分 经历这个事情 修什么 修平等心 真诚心 真正的功夫 就是在境界当中 能够用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的心来带人 所以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会染上一些习气 容易对人 落印象 产生成见 这很可能是 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气 那现在学佛 应该不去分别 应该不去落印象 这叫会修行 所以我们现在问问自己 现在看到学生 或者看到他人 有没有就冒起来 对人家以前 做的事情的这个看法 这个就要提醒自己了 不能落印象 所以无量寿经说 清静 平等 绝 我们就是在境界当中 练清静 练平等 练出真心来 好 那这个 老和尚已经提醒我们了 要练清静 平等 那师父领静门 修行靠个人 我们现在有没有对人 越来越平等 弟子会说 物产妇 物交平 物厌固 物洗心 这个都不平等 你产妇 交平 厌固 洗心 就不平等 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 这一些问题我们都常犯了 我们一接触人在团体里面 很多学佛以前的习惯就会现前 很多学佛以前的习惯就会现前 这个团体谁是一把手啊 这个言语就比较是巴结的 这个单位比较基层的人 我们的言语可能就是比较随便 不够恭敬了 那这样的行为呢 跟普贤行就完全违背了 你每天念两万声三万声的心 跟普贤行不相应 这个也不能成就 佛法众食指不是行事 你每天念两万念三万 对人都不能理尽 不能平等 那这每一句佛号 根本就没有唤醒我们的自信 深深唤醒自己 鸿鸣正章自信 念那么多 心还是都是高下见 这叫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所以我们看佛菩萨很慈悲 他们都在哪里释现 一看在寺院里面 文书 普贤都跑哪里去了 跑厨房去了 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充满这些道场里面 这些干活的人 你一清漫了 可能就是得罪佛菩萨 听了这些公案 我们提起警觉性了 还是要平等来恭敬 这些都是佛菩萨的用心良苦 对自我们 看人都是大小眼 这种习性 包含前面讲的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无悔焉 我记得 这个十八年前 遇到几位 幼儿园退休老师 跟我说 现在幼儿园老师都 这个收礼物啊 礼物送的不够好 对这个学生呢 就这个差别对待了 哇 那这个老师 照的页就很重很重了 你看幼儿园的孩子一看 哇 老师都是 得看我们送的礼物啊 礼物送的多了 就对他好 送的不够了 就对他不好了 哇 那这个断人会命啊 让孩子从小 他就对老师产生了 怀疑了 没信心了 当老师是福报啊 要珍惜这个福报 真正作育英才 以孔子为榜样嘛 你看孔子尽心精力教学了 他的福报可以辟应 他的后代两千五百多年了 这个是我们当老师 效法孔子的 有教无类 平等教导 那当然了 这个当老师有教无类啊 不过也要 度得量力 你也不能收太多学生了 照顾不来了 这个道理之间要平衡的 有教无类 要不要度得量力啊 这个理跟理之间 他不相违背的 其实不一定是要做很多事 才是真正做出贡献来 你做很多事变攀缘了 最后事都做得不扎实 不圆满 那反而是流弊出来了 比方说孔子 他教七十二贤 他精力去教了 学生成才 对社会很有贡献的 那其他从事教育的人 以孔子为榜样了 这个就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了 所以现在我们也有一个习惯 都喜欢做大 这也是可能是学佛前的一个习惯 淡开风气不为先 淡开风气不为师 不要把那种耗鸣啊 喜欢做大的习惯 带到佛门来了 所以老儿上不鼓励啊 盖很大的道场 你道场大了 你人你照顾得来吗 假如照顾不来了 那这道场里面是非人我一堆 那清静的道场 那变成来的人是烦恼了 那可不好了 所以印光祖师说啊 常住啊 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这个也有 印竹啊 他关机 在其中哦 老儿上当时候啊 有说啦 我啊 最多在五个人啊 时间经历有限了 这个我们都要掌握 好这个度 好 那不止当老师 有教无类 平等对待 当父母也是一样啊 你有两三个孩子 三五个孩子 你也要平等去爱护他们 你假如偏心了 他们之间会冲突 会计较 这我很佩服我爷爷 他不是自偶 但是很明理啊 我是长真孙啊 我是长孙啊 我有两个姐姐 可是我爷爷 不宠我啊 他平等 照顾了 假如他老人家是重男轻女啊 可能我这个傲慢就会增长 焦慢就会增长 所以不只是当老师啊 这个道理延伸开来 你当父母也是一样的 包含当领导 你当领导不平等啊 比较宠爱谁 比较排斥谁 就造成人心的不平了 人心的不和了 家和万事兴呢 家庭也好 团体也好 都要和 所以老和尚说 要平等对待 才能和睦相处 你不平等啊 人心就不平了 就不和了 好 这个几句啊 是师之本分 第二点 有教无类 我们看的第三呢 是精勤教学 262页 这个句子好像我们前面有说过 我们在影这一句啊 主要是 毁人不倦 叫毁人呢 不厌倦 只曰 莫耳自知 学耳不厌 毁人不见 何有与我哉 我们看了这个 讲要呢 最后四句啊 此章要义啊 在教人学道 莫者疾也 智者铭记也 所以莫是疾啊 疾然不动 而又铭记不忘 这个是孔子啊 赐于道的境界 其实道就是真心了 真心是什么样子啊 疾就是清静 清静 但是他能起作用 极耳长咒 起作用 对人慈悲 但是他的心呢 是清静的 没有在目的的 是无求的 清静的 这是真心啊 起作用了 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 金刚经 六祖大师在哪里开悟的 经文讲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开悟了 那个因无所住啊 就是疾 有个清静 没有执着 照呢 是而生其心 这真心的 这真心的 状态 所以这里讲 孔子赐于道的境界 心安于道 而不宜 寂寞 寂寂寂 那一般 我们人呢 生其心啊 但是 心不清静了 有住了 那小成人呢 他是住在 空极里面了 但他不帮助众生了 他不生心了 都是有执着 执着在空 或者执着在有 那 求真心的人 他不着在一边 所以他能够 寂静 寂寞 有寂寂 寂而常躁 躁而常躁 这个是形容 真心的状态 很多佛门的句子 都是叙述真心 念而无念 无念就是急 念就是躁 急躁是同时的 好 所以学也 回也 皆不离道 在学习也好 或者在教导人也好 都没有离道 全心在道而忘其我 所以 何有与我哉 忘我的境界 包含 教人 也是忘我 所以不疲倦 就像我们常常提的菩萨士德 普代众生受苦的 他很有耐性 不疲不厌 所以我们看佛陀给我们的表演 教学49年 老儿上常常说 经典里面没有说 佛陀今天放假了 没有放一天假 那孔子是毁人不倦 大家看儒家的经典 有没有看到孔子今天放假了 好 那自己 可以不放假 不要去苛求别人 不放假 我们这些道理 听了之后 要守忠述之道 言以律己 宽以在人 那这个对西方人来讲 说不放假 他们很难想象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 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是在西方长大的 是华人 刚好提到了 我当时候跟他讲 好像是干了十八年了 我说我们没有放一天假 这个话才刚讲完了 这个孩子嘴巴张得很大 很难想象 人为什么工作要放假 因为心里很累 所以得要放放假 调一调 这很正常 很需要 假如干的那件事 就是自己最喜欢干的事 那需要放假吗 所以现在的为什么要放假 很可能干的事 不大想干 但还得干 这个就需要放假调一调了 或者确实身体是有需要的 要缓 缓和一下体力 你比方说你从医 这我很愿意干这个事 但是需要用体力 放假可以调整 但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应该乐在自己的工作当中 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这种价值 好 所以在工作当中享受 人生 在工作当中修行 不能在工作当中心不甘穷不愿 那这个不止不能积功累德 还要造轮回业 好 所以善用自己的心 就能成就殊胜功能 生活中工作中都是这样 好 所以家庭主妇要善用心 厨房就变成普贤菩萨的道场 这叫善用心 你的主犯就是礼敬诸佛 广修共享 就是普贤行 心不甘情不愿气死我了 这个就造业了 好 我们再看了第四点 师之本分当中 我们提第四点 和盘托出 毫无隐瞒 没有留一手 所以今天当老师假如有起 留一手的念头 下辈子去哪就不好说了 就没有表好老师的法了 我们所有当老师的人 要以孔子佛陀为榜样 不然当老师也是福报 很容易堕落的 我曾经遇到朋友说 现在老师都很有钱 开的车都是明白的 为什么古代读书人 强调还是安平乐道为好 所以我们传统文化 要自于道 不能自于 吃好的 穿好的 吃香的 喝辣的 这个很可能的 就堕落了 不要把传统文化学院 搞成商学院去了 搞成去做事业了 赚大钱了 孔子说 是至于道 而此恶依恶食者 为主于义也 一个读书人说 我要自于大学之道 但是 吃的不好生气了 穿的不够讲究 不欢喜了 不用跟他谈道了 他把物质看得这么重 他那个求道是嘴上讲 不是真的 安平才能乐道 他真正尝到 法喜 世未哪有法未能 他还这么在乎 这些物质的享受 显然他没有真正 落实一句三个月 假如有落实三个月 就尝到法味了 那种物质的欲望 他慢慢就淡了 他不会沉溺在里面 还有现在要注意一点 我们都不能忽略了 孔子佛陀 他们的教导 他们的做法 这些都是超越时空来指导我们 我们看佛陀说的 对出家人的供养 世事供养 是吧 饮食 衣服 卧具 要吃要睡 再来医药 难免会生病 世事供养 佛没有说给出家人吃燕窝 也没有说要开劳事来施的 给出家人做 扶持这些修道的人 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你没有掌握这个度 他本来还很向道 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就举例子了 这些修道人去了美国 住大房子开好车子 后来还俗了 你本来是要护他的道了 结果一护把他给护堵下去了 所以你看护持出家人 护持这个弘法的人 要不要记住佛陀这些重要的原理原则 这个很重要的 包含你护持人家伴道 他要先有道 而不是先有很大的道场 知所先后 护净道矣啊 有道 有妙无道 不能兴教啊 最重要是要有道了 好 我们呢 都要用理智啊 不能感情用事 不能好心做了坏事 好 我们看这个和盘托出 没有留一手的 孔子是榜样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 无无隐乎而 无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谋也 我们对孔子尊称 不直接称他的名 我们读某 那这一段我们看了 三百零一页 第三行 一些考据啊 我们就不说 圣人之志越广博 而越无处不在 道越身为啊 而越无时不显 其实真正有道的人呢 他就是恢复真心了 请问真心在哪里啊 真心在他的作用啊 像我们跟老上学 有清静的机会 那什么时候 他的真心显露了 有可能是一个微笑啊 有可能是一个眼神啊 有可能是一句话出来了 比方说 那种 信任的眼神一出来 我们很多同学啊 说老上看我那一眼 我终身都不会忘记 他们一讲啊 说老上那个眼神当中 很柔软 又很慈悲 又很信任 他说都是他 每一次 在底谷当中啊 一想到老上的眼神 他就有动力了 包含老上说着 我这一生 有这么一点成就 当然这是老人家谦虚 就是念念不忘 孝清尊师 老上把他成就的关键 说出来了 大家去观察 老上为什么 不疲不厌 因为他想着 要报老师的恩啊 所以 老上他的心境 都体现在他的 一言一行当中啊 我们当学生的人 要用心去体会 去观察 也不会观察 有可能还会误会老师啊 我们前面好像讲过了 这个陈刚 见到柏宇了 就问柏宇 柏宇是孔子的儿子啊 子义有义文夫啊 你有没有听一些啊 你的父亲呢 特别跟你讲了 那这个柏宇回想了 我有两次啊 刚好要从庭院经过的时候 遇到我父亲啊 父亲叫过来 学师乎 不学师无以言 学礼乎 不学礼无以利啊 就这么两次 这个陈刚说 文一得三啊 文师文礼啊 又文君子之怨其子也 就是教儿子跟教学生 是平等的啦 他文一得三啊 当然这个陈刚的心态 值不值得我们反思啊 我们就想 孔子是不是偏心啊 多教他的孩子了 我们起这个心念呢 就是怀疑了 会障碍我们跟老师学习 所以这段话 彰显了圣人的心境 所以无所隐秘 所以不但无所隐秘 且所为者 无不是指点二三指 所以故 曰无无形 而不与二三指者 我们观察老和尚 他每一句都是希望送我们 去极乐世界 希望我们这一生道业有成就 你真的用心听 老婆心切啊 苦口婆心啊 所以我们要能当老师的知音呢 知道老和尚 他的用心 良苦啊 而且一有机会了 就互念 一听到什么消息 可能大家学偏了 赶紧 讲一个主题 比方 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 老和尚一听到 有哪一些学偏的情况 赶紧应激啊 提醒大家 包含一看到学生 走路比较快 慢一点慢一点 不着急 马上及时就提醒我们 老和尚讲太上感应篇 那个对象啊 是对常常跟着他的这些 出家在家的常随众 所以啊 可能昨天发生的事 今天就针对这个事 给大家机会教育 真的是所为啊 无不是指点学生们 当然大家听到这里 不能产生一个念头 哎呀 我又没有在那里 你的真诚心啊 时空就突破了 就梦子学孔子 孔子不在了 人家是亚圣 学得最好了 所以太上感应篇 这一套是 导致上手把手 带我们的 当然听的时候 要善用心去体会 每一段都是良苦用心 假如你听了一段 不知道老和尚这一段话 到底要点我什么 那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探讨探讨 你可以发出来 这一段老和尚讲那么长 我实在不知道 老和尚要提醒什么 老和尚每一段话 是为我讲的 我都不知道 讲的用意在哪 那不是白听了 所以这个时候 同餐道友就很重要了 我们一起依止老和尚 但是我们有同餐道友 互相切磋 好 所以无影夫儿 是孔子的言语行为 心意皆无隐藏 圣人之学明显而无秘密 诚心求知可也 真诚就能感通了 你有夹杂怀疑就不能感通了 这个事情我是轻生欲获的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同修 他比我早好多年的清静老和尚 后来刚好我有一次到澳洲去 叫他的妈妈见到我 也很巧 他妈妈见到我的时候 旁边都没有人了 就在静中学一遍 旁边已经没有人了 他还把我拉到旁边去讲话 然后他就很小声地跟我说 老和尚有没有多教你什么 我说没有 而且他们清静地比我早 所以古代有这种现象 我们现代也有 所以陈刚这个在提醒我们 包含让孔子讲出来 我没有对你们有隐瞒 我都觉得让孔子讲这一句话出来 这个实在太为难他老人家了 好 所以我们诚心求知 一定可以感通 然而求知不成者 其不成痴心 亦无隐藏 我们跟老师求学不真诚 老师看得很清楚 护法神看得很清楚 所以大学说 实目所识 实所所止 其言乎 我们的心念不能自欺欺人 都当作十个眼睛在看 十只手指头指着 这样我们才有慎毒的功夫出来了 内不欺己 外不欺人 上不欺天 君子所以慎毒也 我们听老儿上讲 李老师当时候教学 不是真正学的 老师对他客客气气的 学生的态度 李老师很清楚的 当然那个客气里面是慈悲 是一样的 因为他不是真想学 你对他太严格了 他不高兴了 结怨了 客客气气的 让这个缘分能够提升 更成熟 这一生不行 下辈子 那种柔软的心在护着那个缘分 所以我们看老和尚 李老这些大善之士 他的行为 你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出发点都是慈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看不同的因缘 他要拿捏好不同的进退 但是他的出发点是 都是真心 都是慈悲的 我们要这样去体会 不然有可能会误会了主师 误会了善之士 好 这个是第四点 和叛托主 第五点 英才诗教 我们看两百四十一页 只曰 中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遇上也 那人之智力不平等 那有注解 黄行恶书 皆先概分 上中下三品 每品又分上中下 何为九品 此有算是初分 那个细分的话 那品级更多 我们以九分 上上之人是圣人 生儿之之 下下之人是愚人 学习能力最下 一窍不通 来这里有了 阳或偏 只曰 为上至于下于不宜 所以此下于之人 非普通教育 可以教化者 好 那这个分九等 上上上下下之间皆是终人 所以施教终人 须依差等 寻寻善用 好 所以终人以上 可以遇上等的道理 若终人以上 则不可以与终人以上 同等 而遇 假如你讲的程度 对他来讲太高了 非但不能理解 非但不解 更深誤会 所以如公也长篇 子供曰 夫子之言信于天道 不可得而闻言 谈心性本性 谈天道就比较高 孔子不常讲 信于天道 终人以上可闻 终人以下 则不可闻 这个都属于 这个应激 说法 应才施教 我们再看另外一句 461页 这个应该我们前面也有提过 我们再读一下经文 子路问 文师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 文之 行之 然有问 文师行诸 子曰 文师行之 宫西华曰 有也问 文师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师行诸 子曰 文师行之 事也获 敢问 子曰 求也退 故敬之 有也 兼人 故退之 孔子面对 两个学生 问同一个问题 但是他的回答不一样 这两个学生是子路跟染求 结果呢 有一个学生在旁边都听到了 这个学生叫公西华 他就疑惑了 怎么同样一个问题 老师回答他们不一样 最后孔子就点出来了 因为这两个同学的性格不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462页 有讲到了 子路问 听了这个事就去做吗 孔子说 你有父兄在 你还要这些都要考虑考虑 你怎么可以听了就做呢 然有 也这样问孔子 孔子答复 却是听了就做 不必请示父兄 众有染求两人问题相同 孔子答案不同 公西华因此发生疑惑 所以他说 他说赐也获 敢问其中的道理 孔子答复 公西赐 染求的性格 比较退缩 所以求也退 顾敬之 所以引进他 油也兼人 这个重油 办事 一半就兼办两人份 就是他 他太冲了 所以 意退他 所以 退 则敬之 敬则退之 性格比较退缩的人 要推他一把 性格太照镜的 你要告诉他 三思而后行 这便是 因才实教 目的都是调整 让他能够寻到 忠道 好 当然 我们要 互念别人忠道 我们自己要先在忠道 所以这个 教育者 首先受教育 而且还要自我教育 不然就好像我们自己性格很急 你看到人家性格比较和缓的人 你可能还催他呢 你就交错了 我们现在当老师 是姻缘 不是说我们现在 德行 学问都够了 这个都得客观对待 不然你住在老师的位置 就很容易要为人师了 有可能我们面对的年轻人呢 他们在性格性上有很多优点超过教学的人 所以不能住在这个教师的位置 要无助我不能助我 包含当父母的人 这个孩子是跟你们家有缘 投到你们家里来 他的善跟福德 不见得比我们差 所以也是要抱持着一个 谦虚的态度 来跟自己的孩子结这个缘 或许从孩子当中 自己得到很多启示 这要善学善用心善修行 不然 这个面对孩子 面对学生的缘 我们会增长自己的傲慢 增长自己的控制欲 所以老和尚说 你会吗 会不会休想 那就是要会在这些因缘当中 互念好自己的心 那你当爸爸当妈妈 就是你的菩萨道 当老师也是菩萨道 会不会差很多 会就得日净过日少 不会就在这个身份角色当中 可能就习气越来越重 好 所以我们虽然谈的这些内容 都是为人师 但是也是 我们要先学好 我们才能把这个老师的角色扮演好 所以《寻术之药》当中有讲 知为人子 然后可以为人父 知为人臣 然后可以为人君 知所以 是人 知道怎么侍奉人 则之所以使人 你懂得侍奉人 你才懂得怎么样去培养 底下的人 因为你要教他什么 你要教他怎么侍奉人 结果我们自己都不会侍奉人 你怎么教他 你教儿子最重要的教孝道 我们自己都孝道都没有进好了 我怎么教儿子孝道 好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心态都要很正确 先自我教育好 我们才能把老师这个角色扮演好了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看看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要进一步探讨的 或者不理解的 好 那今天先到这 另外有其他的问题的 我们可能下个月再来 再来安排 安排这个回答问题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